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在众多江湖豪杰的拥护下 带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 明朝崇祯皇帝眼见城破国王 不忍心看到自己女眷惨遭匪人的欺辱 于是拔剑想杀死他们 但是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是人呢 就在一片混战之中 崇祯皇帝将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的一只手臂砍断了 长平公主被砍断一臂后 在乱军之中逃出了皇宫 之后他落发出家 遇到了铁剑门的掌门穆桑道人 穆桑道人见其可怜 于是收他为徒 为他取名为九难 传授骑铁剑门绝技 之后袁成志在隐居之前 为了表达自己对九难的愧疚之情 将自己毕生所学悉数传给了他 在与袁成志分离后 九难斩断情思 苦心钻研武功 他在武学上的天赋极高 尤其是剑术 自从明朝灭亡后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李自成兵败自杀 九难看到中原大敌落入满清之手 他不忍中原百姓惨遭满清屠戮 便在江湖之中行侠仗义 福威即困 于是闯出了赫赫侠民 成为了江湖中人人称颂的独臂神匿 奈何他一人难敌众手 而且满清高手众多 又有神龙教众多高手相助 独臂神匿也是无可奈何 一次他在刺杀满清皇帝之时 被神龙教主打成重伤 就在他要被杀之时 一位满头白发的高手及时出现 一招打退了神龙教主 救下了九难师太 原来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数十年前 并将湖中人闻风丧胆的白发魔女恋遗伤 只是他由于经常服食天山雪莲的缘故 所以容颜依旧如稀 白发魔女将独臂神匿带到天山疗伤 独臂神匿在疗伤期间 自觉自己的武功还有所欠缺 他在白发魔女的指点之下 领悟到了天山剑法的精药 经过自己的苦思冥想 从而创出了不下于天山剑法的玄女剑法 之后独臂神匿与七剑下天山 投身到反清复明的大业中 奈何满清入主中原已成定局 独臂神匿自知自己一人 无法完成此等大业 于是他在芒山之上开宗立派 广收弟子 他开创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芒山派 收了八大弟子 世人尊称为江南八侠 其中有一大弟子的因 五弟子白太官 七弟子甘凤池 八弟子吕四娘 武功最为一流 吕四娘更是清出于兰 最终成为江湖武林领袖 间接造就了后世武林的第一高手金士仪 六节目 三合冬 三合冬 八蛋 五香 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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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蛋